嗨 大家好 我是老虎錢 那因為這一半我們實在是只有三天 而且又接太多單太忙了 所以我們今天就來教大家一個 最近很夯的一個話題就是 寶可夢大集結 9月22號在世界上公測 那我現在教大家怎麼樣可以 用透過iPhone然後可以下載到 這個寶可夢大集結 那我們先看一下我們打開App Store 如果正常情況下我們做搜尋的話 是不會有的 那我們看一下這邊其實是完全搜尋不到 那這是因為我們在台灣的這個區域內 所以我們做法很簡單就是先回到 原始頁面 點擊上方頭像 然後點擊再點一次頭像 好 開放大家抖內我iPad mini 6 謝謝大家 這樣應該會比較快一點 好 那到這個頁面之後呢 最重要是在國家與地區 那我們再更改區域就可以了 好 更改之後呢 這邊我是更改成香港 我們找一下香港 香港 找到 好 那這邊記得要勾同意 那這邊的話選擇 5 然後往下往下往下 下面有個街道 這邊的話我這邊是 之前都亂填 之前應該叫什麼 四牆路 然後電話的話我是 251 好 3456 然後按下頁 好 這樣就完成了 好 那就這樣 那我們先看一下這個遊戲的排名 有沒有 其實可以看到Pokemon Unite 它在開放沒幾天 它已經衝到超級無敵前面的這個排名了 所以我們現在就趕快來下載一下 那一樣在搜尋的地方打 Pokemon Unite 好 我們就可以搜尋到了 那因為我已經下載 所以這時候你們就按打開 或者是下載 大概會大概1.5G左右 那載完之後就可以開始玩囉 那我們今天的影片就到這 喜歡我的影片還是可以訂閱我的頻道 但我們應該是不會出這個遊戲的影片啦 沒錯 好 那實用的影片就分享到這 謝謝大家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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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謝謝大家